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来合并去算一个登革热发生率 就是说这20年来登革热的一个各地区的一个发生率 那我们今天可能就要先从 假设你今天有更多个资料表要如何开始合并 也就是说我们那天我们讨论的还是cross-join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谈另外union的问题 而且在公家机关最容易看到这些资料的整合 因为毕竟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 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在做 比如说我想要去做趋势预测这件事 可是我们做资料 我们都是把它整理成一个月一张资料表 那一张一张的资料表 如何可以去合并起来看到趋势 这就是今天上课的重点 好那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假如说今天大数据 大数据是来自于网路上的话 我们网路上的资料更新 我们的画好的这些图就要自动做更新 所以我要先跟你们分享 我们的下载里面 下载里面 我们现在暂时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好我现在要请你们先下载 我们第二次上完课的一个成品档 也就是登革热的统计结果 我们现在就先来打开我们的范例 首先我的范例全部都放在网路上 所以请你打开这个网址 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 就麻烦请输入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9点GL斜线 YTZRXT 然后接下来就请你找大数据分析 这个这是我们第一天上课的内容 1月8号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入门的成品观摩 麻烦你下载的是第四个档案 这个登革热统计02 这是上午 这是1月10号上午 这是1月10号下午的一个成品 麻烦请点这个地方进行档案的下载 档案的下载 好那下载好这个档案在什么地方呢 好我们就把刚刚的视窗就可以全部关掉 那就打开我们的 打开我们的文件夹 它就放在下载里 下载里 这个档案怎么打开就快速点两下 你就可以打开来了 我现在所使用的版本哦 是最新版 也就是2019年12月这个版本 如果您的电脑 如果您的电脑里面安装的版本不是最新的 这个版本 你会开不了 有些功能它是不让你去执行的 就麻烦请各位打开 打开 那我现在重点是要请你去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的资料 2015 在各年统计里面 我们是不是统计到2015 2016 2017 2018 我给你们看资料好了 以发病日 排序 排序 递减 递减排序 这边是不是只到2018年4月29号 它是不是最新的资料 不是嘛 它还有一年多的资料没放上去 例如说 假设像现在是2020年的1月15号 那14号 13号 12号 1月10号 1月9号 资料都还没有放上去 对不对 所以我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我等一下要把资料 换一个来源 换一个来源 有时候你给 你把这个档案 你可能 只把成品档 就是你画好的这些图给别人 但是 你没有资料档给别人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假设你要换资料档的时候呢 换最新版的资料 你要学会这件事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我们就请你 请你先去网路上下载 下载我这个 跟我一样的档案 跟我一样的档案 然后等一下我要一起教你 一起教你如何去变更我的来源资料 然后看到最新 现在及时 即时就是卫福部更新的最新的资料 好 那就画面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请你们先去下载成品 您看一下 在这个资料 我们现在等于说 只很单纯教出这个资料 我这个资料 原本的资料来源是来自于什么 一个档案 记得吗 好 所以 我先最小话 然后再打开 很奇怪 好 你看 常用底下 编辑查询 我们的资料来源设定 这个 我的登革热资料是来自于 就是 有一台电脑 有一台电脑 它叫 使用者 使用者 DCSD的download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那 的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叫做 登革热病例统计的CSV 好 那请问一下 我现在这个 这个档案还在不在电脑里 不在电脑里了 好 不管它在哪里 反正 那个档案 它只 只抓到 只取得到 2018年4月29号的资料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我们最好取得资料是 直接对接 直接对接到什么地方 卫福部 机关署 登革热 它发行的 那个档案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就要来去 变更 那你要知道 那个档案到底在哪里 好 我现在要告诉你 它把这个档案放在这里 你第一 第一 你要先知道 那个档案已经变成 是一个 网址 网址让你去下载 所以 那个 资料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 请你们先到 Google 然后 接下来 你到Google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找 开放资料 因为 我其实 我是在 2018年的时候 把那个档案 抓下来 从网路上 抓下来 那 现在经过了 经过这么久了 一年多了 好 那 我是要告诉你 那个档案 其来有致 好 在什么地方 这个 政府资料 开放平台 全部 资料集 可以了解 我在这个地方 我搜寻 我搜寻 登革热 搜寻 登革热 你在刚刚 也可以搜寻 登革热 然后 接下来 请问一下 这是政府的 政府资料 开放平台 所以会不会有 台北市 去开放的资料 会啊 这样了解 当然会 也会有行政院 的开放资料 也会有 财政部 的开放资料 会不会有 阳营大学 的开放资料 当然会有 但是它会放在 教育部底下 可以吗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建议各位 我们 如果你想要取得的是 全国的资料 那应该怎么做 最好 最好是 你在排序方式 选择什么 浏览次数 由多到少 因为 因为虽然台北啊 高雄啊 这些都会排在 蛮前面 可是 如果你要取得 全国 那应该是 更多人会 想要的资料 你要的资料 就是一抓 就抓全国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这边 用 用这个 小小的技巧 排序方式 有多到少的排列 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找到 最多浏览次数 最多浏览次数的 这一个 这一个开放资料 这个开放资料 是登革热 1998年起 到现在 2020年 哇 这样也有 22年的资料 22年的资料 每日 确定病例 的统计 就是他用 个案的方式 一笔一笔的记录 全部都 开放出来 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点 他 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有检视资料 点全检视资料之后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CSV下载 看你要下载 JSON档 还是XML 还是ODS 还是XLS 就是Excel 当然我建议各位 下载的是 CSV CSV有一个缺点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CSV的缺点 是什么 他是用逗号来做分割 那有时候 当我们今天病例资料 如果有一个蓝 他是属于那种 像病灾 或者是什么 医组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一个 登革热病 算是一种疾病 那一定会有 可能联络资讯 好 例如说 备注里面 有那个追踪 追踪 追踪 他可能就会用逗号 来去打字 那你变成 那个光是一个备注 他就被切割成 好多好多蓝了 可以了解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破坏 我们的资料 格式 请问一下 这些 这些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提供 CSV 要提供 XML 为什么要提供 JSON 他闲钱没事做吗 公家机关都是这样子吗 不是 为什么他又要提供 CSV 为什么要提供 JSON 为什么要提供 XML 民众需求 因为他开放出来给谁用 就是给研究单位给民众来使用 他需求什么 他就开放什么 对吧 这样理解吗 可是 可是 因为你们 公家公务人员 他就是负责我要开放的 所以你每一个格式 你都要懂 例如说CSV 他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一定要懂 虽然说可能日后分析 跟你无关 但是当别人一分析 遇到问题 一定是 也是问公家机关 这样可了解 你看 等一下我们再这样 关掉这个 你看这下面 是不是有 一定会放了一个人 联络电话 这边 王先生 可以吗 联络电话 那你觉得他希望 一天到晚都接到电话吗 有听懂我意思吗 你觉得 你觉得你现在看到留言处 好像不多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说不定他 那个七八月的时候 就是 就是忘记的时候 他常常接到电话 说 你为什么还不赶快 要更新到现在 听得懂我的意思 反正就是 就是他们压力一定也会很大的 好了 我现在重点是 我要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你看下载下来是这个档案 在这里 所以这个档案在哪里 下载里面的这个档案 对不对 滑鼠右键 然后你开启 最好是用记事本打开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版本 就是1.0 title 就是登革日 1998年起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 重点是 你要去看这个 最后是不是 CSV 还有 Jason 你看CSV CSV在这个地方 我重点是要这个网子 我重点是要这个网子 这又跑掉了 我要这个网子 可以吗 复制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等一下你就这样照做 你们会做吗 我做的步骤 我都没有跟你们讲 一做什么 二做什么 三做什么 需不需要 应该不需要 就是你刚刚那个开放资料 我已经把全台湾 所有的开放资料都教你了 请问会不会下载 台电的那个每一个月 什么电力的 用电量的开放资料 会了吧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那重点 重点我是要里面这个网子 好 因为在Power BI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常用 常用 然后编辑查询 资料来源设定 我们要进行 这个登革热的来源资料修改 修改成不是C叠 不是本机端了 而是网子什么HPTP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所以我要去点什么 变更来源 点了变更来源之后 接下来请在这个档案路径 有看到吗 请把它全选贴上 我要贴的是这个网子 这样子可以吗 好 请注意 真的请注意 因为有人他就是喜欢做JSON格式 但是他就没有换到这个 所以就麻烦请各位自己自己斟酌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CSV 我本来就是CSV 所以我现在我还是从网路上去抓他的CSV 所以我这下面我都没有变更 这样了解 好确定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改成一个网址了 看得出来 这个是档案 这是一个资料表 就是文件 这是不是文件的图示 这个是一个网址 重点是这个改成网址了 然后关闭 然后接下来他说 这个资料我已经换了 我已经换了 既然换了来源位置 我是不是需要去套用这个变更 当然要套用变更 然后接下来他就要去重新整理 好你看一下 这边因为我一样是发病日 从最新 然后排到最久之前的 最旧的资料 所以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1月10号有一笔 1月9号有一笔 而且是2020年 可以吗 这边就多了很多笔 多了很多笔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的统计图表 刚刚是不是指到2015 16 17 18 刚刚是不是指到这边 你看2019年的资料也加进来了 有看到发病日的年是2019 然后这一年有640例 那现在这个2020年 因为太少了 大概只有10笔左右 所以很难点到他 这样可以知道 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我只是假设我又经过了一年 我这个档案 我只要点这个重新整理 我就又取得了最新的资料 可以吗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觉得太重要了 所以这些县市统计都不用额外重新化 都不用重新化 这些发生率都是 等于说全部都已经算好了 这边绝对是2015 然后16 17 18 19 2020年 可以吗 2020年 好 就是大概是在这地方 所以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例如说2015年 他是讲这个样子 2019年 2019年 基本上应该也是 因为他真的量太少了 所以我说 这个分析的方式其实不太好 最好是要改成占比例分析 好 那请你们 我现在就要请你们 我再讲一个结论 就是你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找到这个网址 你要先找到这个CSV下载 他其实在告诉你说 那个网址在哪里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就去这个Power BI 从常用底下编辑查询 资料来源设定 你要去修改 把原本是本极端的一个资料表 换成什么 换成那个网址 你这样的话 以后你不用再做什么档案下载的动作 你就只要直接点重新整理 资料就整个都帮你算完 算到什么 算到例如说2020年 2020年 你看2019年 可以吗 全部都帮你算得好好的 目前2020年第一名 是台南市高雄在这边 来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我先把所有 例如说我刚刚曾经下载下来 这个档案可以关掉了 这个是刚刚做的 除了这个档案 因为我是直接存回去 其他下载的档案 我把它全部都删掉 所有的视窗都关掉了 我是怕等一下 你 这边的资料 是有问题的 好 我现在呢 我现在我要特别 还是要请你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例如说好了 大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问题 或者是解决什么问题 例如说好了 大数据分析 因为我们等于说我们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数据 然后呢我可以拿这些数据来去看一下 就是说未来未来2020年整年的用电需求量是多少 这样可以了解 或者是我可以预测未来这三年电力 未来这三年的电力 可以吗 电力需求是多少 或者是我拿到很多很多的那个民众 民众的资料 拿到很多民众的 例如说脸书上面贴文 那我就可以去分析 哦 大家最近在关心的话题是什么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这是大数据分析可以做的事情 那像例如说好了 呃 台电公司他每个月 他公布 如果他每个月他都公布 公布什么 呃 台湾各行政区的用电 用电的情形 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假设你收集到了 10年20年的资料 你就可以看到说台湾一个用电量 在不管是各县市或各行政区 他的一个变化是上升还是下降 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事情 我们重点是可以分析这些事的 这是大数据分析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你们也自己回去思考一下 你公布了什么资料 给公布门提供什么资料 给民众可以做什么分析 这样了解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不是你假设你今天 假设你是教育部 你公布全台湾各国小的校址 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吗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也是公布大数据啊 我也是开放资料啊 你公布各国小的校长姓名 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你还不如再多公布一点 就是说那个学生数 学生数各年 就是国小 国小哦 就是这20年 每一年的这个国小 每一个学校的学生数 那至少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 学生是不是有在瑞检中 或者是或者变化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你公布的如果从头到尾 就只有一个都是文字 例如说那我们是不是要统计 哪一个姓氏最会当国小校长吗 听得懂我在讲的意思吗 这个这个你公布的资料 公布的资料 请你去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做什么分析 好所以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去描述讲一下 这个这个政府开放资料 政府开放资料 这边就有一个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的一个活动 这样可以了解哦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别人别人的那个 可以怎么拿这些开放资料来应用 然后做什么事情 好那他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在画这些图 像我现在 我现在我就想要做一个应用嘛 就是去了解台湾 台湾各县市的一个用电量 看是上升还是下降 这样可以了解吗 至少我可以 我可以去呈现这样子的内容 给大家看 好了 还有是什么用电 什么用电 因为台电他会把电分成好多种 到底是那个路灯的这种用电量增加 还是那个民生用电增加 还是工业用电什么增加 这些太专业了 他有很多分类 只是我不太懂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再找时间去看开放平台 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他也做了一些 一些 我看投票去好了 去看投票去 就是他这边就有一个台南市登革热病例数 开放资料加值应用 可以吗 他做的东西就很像我们 像个领办 就是第二次登革热在教的这些事情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你看一下还可以创造这个什么 死因统计 死因统计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卫生资料 所以这里面什么 新运 新北运保 运育保APP 他做APP 好啦 反正 你们自己有兴趣的话 你就再点他 可以吗 公益彩券发行 成果开放资料应用 他公布了一些什么资料 然后他可以怎么样去应用 这都是 我希望说你们 正在创造 正在做大数据 那你 等一下你会发现 你要花很多时间在整理资料 整理完资料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大数据分析 然后接下来是应用 这样了解吗 我们下来做大数据分析 是 在后来 还想让你做大数据分析